我要如何做才能救我病重的妈妈呀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妈妈 八年前您和师父救了我妈妈 现在请您再救我妈妈一次吧 我妈妈心脏不好 2011年6月在当地医院检查后 医生说吃药没用 要求立刻做手术 妈妈不想开刀 于是我和姐姐又带她去某室的胸科医院做检查 当医生做完检查后 开出一张写有大手术三个字的手术单交给姐姐 也是要求妈妈马上入院手术 说这病很危险不能耽搁 姐姐的意思是听医生的话 但是妈妈不知为什么就是不想动手术 那天在医院看着一脸无助的妈妈 我心里非常的痛 真的是爱莫能助啊 我回家后 哭着跪在观世音菩萨妈妈的面前 祈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我怎么样才能帮到病重的妈妈 过了两天 我和师兄们一起共修 那时学的是其他法门 因为还不知道有心灵法门 但是就在那天 通过有两位不相识的师兄那里 我了解到心灵法门 于是师兄让我去师父的博客上 看师兄们分享的精彩感言 我回家后 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师父的博客 当时一看 眼泪就止不住地流 又是感动 又是感激 又是感恩的 观世音菩萨这么慈悲 心灵法门这么灵验 真是太好了 我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终于可以帮到妈妈了 于是我立马按照三大法宝去做 念经 放生 许愿 念经文组和小房子 妈妈不认识字 我就帮她念 刚开始效果还不明显时 妈妈还到军队医院去检查了一次 医生做出的结论还是马上开刀 什么家务都不能做 三个医院的结论都是开刀 但是妈妈不但没有开刀 家里的什么家务活依旧在做 因为妈妈不识字 我就放师父的节目录音给她听 妈妈一边干活一边听 她说师父的节目太好听了 听了还想听 妈妈听到节目录音里 一直提到经文组和小房子 所以妈妈很羡慕人家会念经 念经文组和小房子的师兄 在此期间 我做了一个很殊胜的梦 梦见不识字的妈妈坐在小凳子上 前面放着一个大凳子 大凳子上有张纸 她在纸上写字 这时我走过去对妈妈说 写得蛮好的嘛 那个时候 正好又听到师兄的分享 给不认识字的家人 请播放机让她学着念经 所以 我也帮妈妈请了念经的播放机 让她跟着学念经 一切都是菩萨妈妈最好的安排 六十多岁不识字的妈妈 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加持下 开始自己念经 念经文组和小房子 还债消业账了 真的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 2012年 我去香港住院师傅的法会 帮妈妈请回了观世音菩萨 原来没有宗教信仰的妈妈 不但自己开始学佛念经 还带动大姐一起念经了 现在每天早晚上香念经 听师傅的节目录音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和师傅 不但救了妈妈的生命 还救了她的慧命啊 真是太感恩了 就这样一晃 八年过去了 到了2019年的十月底 我的妈妈感觉心脏又开始有点不舒服 于是我和姐姐 又带妈妈去医院检查 医生检查完后 还是建议开刀 主动卖办钙化办狭窄 重度 而且这次的手术费 大约需要三十五万左右 妈妈说 我不开 我还是回家求观世音菩萨妈妈给我看 我也在自己家里 帮妈妈求观世音菩萨 那天我一跪下来 还没开始求观世音菩萨 我的眼泪就已经止不住地流下来了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妈妈 八年前 您和师父救了我妈妈 现在请您再救我妈妈一次吧 让她再多点时间念经还债吧 与此同时 我帮妈妈许愿 一 正好到下个月底是妈妈生日 所以我许愿 到妈妈生日那天 给她的药金者 烧送完76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放生49只甲鱼 二 将我2017年和2018年 两年去新加坡 祝园师父法会的功德 各转50%给妈妈 三 从2019年11月1日之后的五年之内 放生五万条鱼 包括给师父放生 四 到2020年11月底 完成800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给妈妈的药金者 五 妈妈身体好转后 现身说法 发师父博客分享 一直到现在 又是一年多过去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慈悲加持 妈妈每天都在念经还债消业账 又一次免去了手术之苦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把这么好的法门带到人间来 救度我们全世界的苦难有缘众生 让我们离苦得乐 也拯救了妈妈性命和慧命 让妈妈也能在晚年闻到佛法 得到观世音菩萨妈妈和师父的慈悲救度 离苦得乐 这是我妈妈一生中最大的福报 她也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佛缘 每天都在坚持念经 争取多还债多宵夜 感恩今生有殊胜因缘得益心灵法门 我们一定好好修心修行 一门精进 永不退转 今天学习观世音菩萨牵手牵眼 救度众生 所以我带我妈妈献身说法 愿更多有缘众生 能够看到我的分享 这都是我的亲身经历 感恩南墓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慈父 弟子发自内心的感悟 良师难遇 今天我们能遇上师父 是我们今世的大福报 也是多生多节的 善根福德因缘成熟 非常难得 这是机缘 我们要珍惜这份缘 好好修行 我的分享结束了 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观世音菩萨妈妈慈悲原谅 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和龙天护法菩萨慈悲原谅 请恩师慈悲原谅 请师兄们批评指正 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分享人 好运连连